哈喽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笑好 今天是礼拜二 今天的盘面上看起来 这个被动元件的族群 看起来一片惨绿 那延续着昨天下午尾盘 被动元件是一路往下跌 那今天被动元件也是一样 呈现往下挫跌 不过我们今天就有跟各位同事们解释过了 为什么被动元件会跌 那被动元件跌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法人的卖盘 跟他的筹码上结构上的问题 就是说融资的余额是不断的增加 所以他的筹码比较混乱 但是被动元件相关族群 他的产业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我们手上的持股 其实我们这一段以来 我们都没有去操作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个股他已经太热门了 他已经太多人去操作了 所以他的筹码混乱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这被动元件在跌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而言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无损 但是我们手上的持股 不仅完全无损 还准备随时随地 呈现一个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大盘 这个地方 确实就是如我们预期 这个大盘准备要供这个季线跟半年线 季线跟半年线这个地方要供过的话 你必须要什么 要有成交量 你的量能要突破 可是今天看起来量还是呈现一个比较萎的状态 所以你要突破这个季线跟半年线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希望这个 在这个地方稍微横盘 挣个两三天之后 补量再往上攻 踩攻的过去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也千千万万不能够回到这个支撑线 因为这个支撑线接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短期间内是绝对不能再回撤的 如果再回撤的话 会有比较大危险 不过我想在下半年 既然都有九合一选举嘛 这个控盘的人也知道说这个线是不能够再回来的 如果回来的话下场可能会不太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近代成交量出来 那再往上做一个观察 好 那国据是这样子嘛 今天有没有 它呈现一个跌破季线 季线是什么线呢 季线就是生命线嘛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嘛 所以当国据跌破季线 国据它是被动元件之王嘛 所以是整个被动元件的一个精神指标 当国据跌破季线的时候 而且它出现了大量 前面有一个大量区嘛 这个大量区的最低价被跌破了 所以会引发一大串的一个停损卖压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档股票 短期内就必须要做一个横盘整理 所以它的时间 整理的时间就会拉的比较长一些些 所以手上如果有这样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要多点耐心啊 那这个是我们好像 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解释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 因为它的融资 500块的时候融资只有3740张 它涨到1000块以上 融资变13000多张 所以融资增加的幅度 哇增加了2.6倍 不过因为产业前景不变嘛 除了融资增加以外 在1到5月份 这档股票的零股交易累计哦 它是排名台股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玉金 第二名是那个大力光的部分 第一名是这个国具的部分 所以代表说很多散户都进来了嘛 可是法人在这个地方 它却是呈现卖超的状况 而且成交量是呈现量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不利它的表现了 更何况今天又跌破一个季线的位置 所以相关的被动元件族群 它的休息跟整理的时间 会比较拉长一些些 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什么 就是气晶元嘛 气晶元产业前景是不是还是一样不变 一样旺到2021年 甚至于环球金的董事长已经出来讲说 他们已经在接洽2022年到2025年的一个订单 但是为什么股价之前 他出来讲的时候 他股价还是往下走 就是因为筹码的关系 所以任何不管再怎么样股票 只要他的股票再怎么好都不管 产业前景再怎么好都不管 当他筹码混乱了买的人变多了 那有特定人士 比如说法然在做卖超的时候 因为可能反而觉得他的股价高过 或者说他可能要做账 他要获利了解 或者说他分批减码的时候 他的这个股价就会产生波动 所以近期虽然他产业前景不变 但是他要休息了 他要休息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说他产业前景是不变的 因为你看这三支是国外的 是日本的一个被动元件大厂 包含像太阳右垫 然后TDK或者像春田制作 这三档股票其实在近期 都还是创下波段的新高点附近 所以这个跌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不是国外的问题 不是因为整个产业产业前景问题 并不是 这单纯就是筹码的问题 所以等待他筹码沉淀之后 还是有机会再上 但是这个波段的震荡 他的上冲下写幅度可能会蛮剧烈的 蛮大的 有些是比较不纯的 有些是因为沾到边的 比如说持有某些被动元件的股票 因而涨上去的这种的 等于说沾到边的 他的修正的幅度会比这种 真正有缺货涨价效应的来得更大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要特别的小心 好 我们的持股其实红河 我们这有提过 在6月底的时候 其实红河跟大同的股价是差不多的 大同已经再创波段新高 即使大盘今天小幅度回档 回档38点 大同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的红河的部分 也是接近波段新高 随时随地有机会再往上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土地资产开发题材 这个上半年没涨过 那下半年面临这个九合一的选举 在这个九合一选举情况之下 当然这样子的题材就非常非常有机会 那泰鼎的部分 我们从贸易战前 就开始做一个进场布局 当时市场非常恐慌 一样 那确定贸易战生效 就是利空出进 完全是如我们预期 而且他的走势是不断的创新高 那创新高之后 其实我们股票也不是说买了之后就不卖 买了之后会买也要会卖 我们早盘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之后 到尾盘一路收在最低点 所以你看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早盘我们卖掉 尾盘收在相对低 所以我们操作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灵活 非常灵活的 好 那森达克的部分也是一样 森达克突破横盘区间之后往上创新高 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一样做一个获利了结 减码的动作 今天收盘又收在相对低点了 所以这样子的操作也是因应盘面上的变化很快 所以我们操作就相对的比较灵活 那有没有我们有提过 上半年热门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 涨太多股票你也不要去碰 融资大增 法人在卖的股票 筹码比较凌乱 所以也不要去碰像这样子的股票 所以下半年我们要锁定的 其实一路以来都带给各位投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投资你在选股的时候 不管是你自己选还是看我们分享股票 我们尽量都是以基本面为主 我们会寻找他的业绩是创新高 或者是接近创新高 或者是如果没有创新高 那一定是他有特别的题材 我们才会选这样子的股票 所以下半年你要找股票 一定要选这个上半年没涨过的 然后业绩创新高的 好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上班没有时间 没关系 你就锁定我们股民当家的LINE群组 我们会分享 持续不断分享很多好的资讯 好的一些产业讯息 在这个群组里面 好 那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